香港唯一一个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乌焦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在918事变88周年前夕 被突兀和破坏 碑身多处地方被喷涂上 反送中、反送中烈士等字样 9月18日一早 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会长林真 便来到烈士碑前 尽管烈士碑上被喷涂的文字 已被爱国人士连夜洗去 林真还是忍不住用纸巾 一遍遍的擦拭 林真告诉记者 该英烈纪念碑 是为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先烈 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所舍 如今遭人突兀 他感到十分心痛 这样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 我们所有的老战士 听到这件事 很心痛 因为保卫香港 是我们全港狗的人民 和全国人民一度进行一切进行的斗争 是在我们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 团的一致对外 是非常隆重 非常光荣的 这段历史是永远不可以磨灭的 但他们竟然把这么伟大的烈士的烈士碑 作为他们反中的烈士碑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要严重地去谐责 无论它怎么忽然 都拆不去我们对这些烈士的崇拜 1941年 香港沦陷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战时期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遣精干武装进入香港抗日 次年2月 游击队正式成立港九独立大队 成为香港的抗日力量 乌娇腾是港九独立大队的活动基地之一 与九城村民自发组织起来 与游击队一起抗击侵略者 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 其中40名村民加入游击队 9名战士献出宝贵声明 至香港冲光后 村民树立起纪念碑 缅怀牺牲烈士 2015年8月 中国国务院公布 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明录的通知 大部乌娇腾村乌娇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成为全港唯一上榜的地点 今年是918事变88周年 林真呼吁市民勿望国耻 珍惜和平 近期香港事态逐渐升温 暴力示威活动愈演愈烈 林真称 这样的违法暴力行为是无知的 希望示威者学习历史 分清敌我 立即停止暴力 我们广告大队在香港进行扩日那3008个月的日子 历史的历史叫做扯其山下的战斗 只要昔日扯其山下的战斗 才有今天太平山的太平 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是要为保卫自己国家 挖起强大 能够保护我们每个家庭 要学习历史 要分清敌我 不过不要将敌人变成自己的朋友 挖穿了这个界线 才有希望 才能够真是担负起香港发展的未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